比尔斯说道,那不然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诀,他对自己身体的保养程度,简直不可思议。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名球员,能够在34岁的年龄,还能够打出如此出色的表现。 他可能是是历史上第一位,能够在35岁或者36岁,依然保持自己巅峰期数据的球员,但是他在之后,可能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。 明白我的意思吗?就像他在前一个赛季,还能够打出25加5加5的数据,但是在之后一个赛季,就会变成15加5加5。 我已经历过这个时期,职业球员的身体都有某个节点,如果你到了这个节点,你就不可定免地会出现下滑。 我想这种情况,在洛布朗身上更为严重,因为他自从进入联盟开始,就非常依赖于自己的身体。 当一个球员避入职业生涯后期时,最明智的做法是远离篮空。 即便他是洛布朗,他也不能够违反意义诚实。 我不认为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,还能够像现在这样轰炸对方的篮空,他需要增加他的出手距离。 皮尔斯说的,但是洛布朗并没有能够帮助他转型的技术,他需要尾球在手。 当他的突破因穴不足时,没有人会对他的突破所虚拟,而放弃对外线射手的防守。 所以,我认为洛布朗,今后真的会出现断崖式的笑话。 如果他还没有断命出帮助自己转型的技术,皮尔斯作为一个拥有数十年职业生涯的传奇小前锋。 他的看法一向非常准确和犀利。 扎米斯现实有些过于依赖自己的身体,倒是没有人能够为时光老人的意愿。 哪怕是强大的洛布朗扎米斯? 可以设想一下,当扎米斯的第一步再也挤不过防守球员时,当他的突破速度和爆发力都不足时,他最擅长的拉开空间,给了现造机会的证损,还能行得通吗? 但是皮尔斯有一点说的可能太绝对了。 扎米斯的身体素质可能会随人赢的增长而下滑。 但是扎米斯是一个极其自立切克普的球员。 从新续赛季开始,扎米斯的三分命中率只有可怜的27%, 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校季已经达到近40%的命中率,随着出手次数的增加和热长训练的努力。 扎米斯在往距离投射方面越来越有伤伤力和音学信,让人不得不凡。 可不要让人上个校季,是扎米斯完全凭一几之力,将三分离息的骑士队,搭进来总决策的舞台。 又生生策略了铁士绿军的强力防守,更是在登队最佳新秀塔图女的面前,连续投进三个三分指示,结束了全息大战。 自从进入连统以来,扎米斯一直在改变,努力适应连统的规则,调整自己的打法,相信扎米斯的传奇仍然会继续,毕竟,进后赛才是小皇帝表演的真正舞台。